刘德华2024上海演唱会倒计时 第六天 演唱会闭唱曲目《大猜想之练习》 刘德华2024巡回演唱会 北京深圳成都南京四站 分享网友的抢票攻略 第一部分 今天早上六点 我发了一张倒计时的海报图片 这张图片的六 是在华仔昨天 在华仔天地发布的 倒计时七天的基础上修改了下 先来聊聊这张海报 这张海报华仔站在黑胶碟片上 背景是一个舞台 繁星闪耀 寓意华仔的演唱会即将开启 华仔一身西装 想起了前两年在抖音直播的时候 就是穿的这套西装演唱了奉陪到底 因此我大胆地猜想 华仔这次演唱会奉陪到底 可能也是必唱曲目之一 还可能会留在最后一首歌 然后穿上这身西装 我的猜想会不会成为现实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下六天后 上海站首场演唱会吧 第二部分 好了 我们来继续大胆猜想这次演唱会必唱曲目 为什么我要大胆猜想练习一定会唱呢 不是因为目前网上流传的歌单 而是因为练习这首歌 华仔今年很多次都说 自己今些年最喜欢的就是练习这首歌 华仔去年在多伦多拿奖 并宣传电影《红毯先生》的时候 在多伦多接受访问 就表示了自己喜欢练习这首歌 练习这首歌 收录在2002年专辑《美丽的一天》 作词是李安修 王玉松 作曲是黎菲辉 编曲是杜自池 这首歌一共是4分20秒 当年安威拍摄了上下两集 负责拍摄安威的摄影师 就是去年前行的导演关志耀 在去年宣传电影《前行》的时候 华仔还问了关志耀 为什么当时要让他吃蛋挞 关志耀当时说是为了体现 照顾妻子很久 顾不上吃饭 寸步不离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当时MV中吃蛋挞的镜头 也非常经典了 练习这首歌 2002年发行后 2003年还获得了 第2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优秀国语歌曲奖 和第2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全国最受欢迎中文流行歌曲赢奖 这首歌不单单是以真实故事改编而成 也获得了一定的奖项 所以说明这首歌是非常好听 经典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这首歌在演唱上是有点难度的 也和华仔平时的歌曲有一定的差别 在曲风上 2002年还是一次比较大胆的尝试 我当年也买了这张专辑的卡带 一直保留到今天 而练习这首歌 2004、2007年等演唱会 华仔都在演唱会唱过这首歌 也就是说这首歌自从2002年创作出来后 华仔就非常喜欢这首歌 然后在演唱会上 不仅一次被列为闭唱曲目 在2011年的上海 八万人上海体育场就演唱了这首歌 在舞台上 华仔表示在2008年开始一直唱这首歌 虽然很不舒服 但是很喜欢这首歌 所以在上海演唱会上就演唱了这首歌 一直到现在 十多年 华仔喜爱这首歌都没变过 可以看出来 华仔也是很专一的人 嗯 我也很专一 从小喜欢华仔没变过 哈哈 第三部分 所以华仔这么喜欢这首歌 我相信这次演唱会上 一定会唱这首歌 这首22年前的歌 应该说华迷都会唱 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是现场大合唱呢 我觉得一定会有大合唱的 因为华仔的歌我们都会唱 而练习这首歌我们一定都会唱 练习这首歌 歌词写得很好 无论是用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下 其实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歌词我一开始练习 开始慢慢着急 着急这世界没有你 你可以想象这句歌词是生离死别 也可以是分手 也可以是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 一种表白 就看你怎么去理解这首歌 你怎么运用这首歌 用在不同的场景下去表演 会有不同的情感表现出来 我更喜欢用这首歌曲表达对一个人的爱 表达对一个人的爱有多深 所以我也弹了那么一小段钢琴剧 因为我还在练习 在学习这首歌 因为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好歹在全民K歌 这首歌我唱的次数 比一起走过的日子还要多 好歹在全民K歌